面对疫情挑战 中国实施动态清零 不过北京先前又爆发一波染疫潮 虽然确诊人数维持在两位数 但当局还是实施强硬封控 北京政府紧急宣布 为了因应疫情防控需求 暂停天安门广场的预约参观服务 实施日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 就有中国网友发现神秘巧合 敏感日期6月4号 就这么刚好落在封锁期间内 中国网友的质疑并不是没道理 因为北京市府昨天才宣布 这两天本土病例已经逐步下降 多数传播链都被切断 看来似乎有好转迹象 就连先前传出要被免职的 北京市委建委主任于鲁明 如今也能保住饭碗 当局表示疫情已被控制 但同时又封锁天安门广场 背后理由不免引人臆测 北京的大专院校 同样躲不了当局封控措施 被要求不能回家的学生 实在是仍无可忍 北京师大爆发示威 500多名学生在校内抗议 从晚上8点到深夜12点 人潮才散去 事后校方表示不追究 但社群平台的相关消息 也被火速下架封锁 对此时事评论家郭宝顺分析 是因为清零政策导致民怨沸腾 加上六四事件即将到来 正值北京高校的最敏感时期 学校才愿意妥协 而北京的严格管制 就连亲中艺人黄安也有不满 日前他在微博发文抱怨 当地餐厅禁止内用 民众只能四处找地方吃饭 没想到和亲朋好友在河边野餐 还是遭到城管驱赶 让他忍不住感叹 天下之大尽无吃饭之地 最后只能信信然离开 但他也不忘补上一句 反正已经吃饱 也就乐于配合 面对疫情升温 北京的风控政策 让民众也吃不消 记者邮云彤整理报道 感谢观看 等等 10专辘的热情